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收盘解析 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 我是莉莉老师 首先,本视频主要目的在于股票交易知识和技巧的教学 不构成任何的推荐和买卖提示 任何人基于此视频的任何图片、文字以及观点 所做出的任何跟投资相关的交易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和收益 与本公司及本能无关 风险自担 好,首先我们也看一下今天的KLCI市场数据 今天KLCI收盘收在1449.29点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2.50个点 上涨了0.87个巴仙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的话 也是低开之后就一路拉升 然后快速拉升之后 然后开始震荡 然后在尾盘继续拉升 对吧 下午在尾盘最后一个小时继续拉高 最后收在了1449.29点 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成交金额 成交量仍然是在100个million以上 对吧,今天是133.082个million 较昨天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对吧 萎缩 但是仍然在100个million以上 属于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当中 盘面当中我们的上涨的股票有488家 下跌的股票450加,平盘444 那么昨天我们有很多可能快速拉升之后 今天有一点点的回落对吧 有一点点的回落 所以但从整体来看 仍然是上涨继续持续上涨的股票 对吧 在比较的多,占比较多的这个比重 所以市场今天仍然属于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仍然是地产板块 房地产板块继续拉升 对吧,继续引领市场的上涨 其次的话,今天工业生产指数也表现的比指数更强 比指数更强 好,其余的板块表现的都是较指数稍微的弱一些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板块的列表当中 只有三个板块今天是微调的 一个是运输板块 一个是科技板块 还有是医疗板块 只有这三大板块它今天是调整的 而其余的板块全部都是上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是多个板块启发力 对吧 那估计这个市场呢 它的上涨也是非常的强势 好,然后我们进到图表当中 来去具体看一看 好,我们进到图表当中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进到KLCI图表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KLCI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KLCI的上涨呢 正好顶到了白色线的最后一条线附近 对吧 在白色线的最后一条线这个位置 并且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收盘是收在了白色线的上面 白色线最后一条白色线 目前今天的价格是1448.78点 而我们的收盘价呢 达到了1449.29点 所以呢 它是收盘是涨到了这个彩虹线上面啊 好,涨到了彩虹线上面 并且的话呢 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多重的这个压力呢 都已经被突破了 对吧 哎,被突破了哈 好,那么被突破的压力将会成为未来股价 对吧 调整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好,那么从动态筹码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呢 哎,现在目前我们的动态筹码出现了红色的 红色代表什么 代表短期风险 对吧 哎,我们看哦 连续这三天的暴障 放大一点啊 这三天连续的暴障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动态筹码出现了红色 代表短期进入到了一个超买状态 对吧 超买状态啊 爆拉状态 OK 好,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说明短期市场有要修正或者说调整的必要 因为涨的太快了嘛 他要调整也是很正常的 对吧 好,但是呢 从中期角度来说 我们的黄色线啊 现在绿色线向上金叉黄色线啊 已经到了金叉第二条线了 对吧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中期的趋势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 我们说了 我们要参与的是整个市场中期上涨的这个阶段 那它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啊 获利回报啊 好,那市场如果回调 带领着个股上升趋势 个股回调的话 那么个股回调就是我们找借入点的时机 对吧 回调就是我们调仓换股 或者说找买入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市场的调 市场如果出现调整 那个是好事 对吧 那个是好事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动态筹码变成了紫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 动态筹码的一个整体的筹码堆积 是在下方 对吧 在这个区域啊 在这个区域 在集中在底部 虽然股价在往上走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筹码并没有 对吧 大量的上移 对吧 没有大量上移 大部分担风还是集中在这个区域 对吧 还是集中在这个区域 所以告诉我们 其实从中期的一个角度来说 风险并不是很大 短期可能会有调整的必要 从技术角度来说 它也需要有一个修正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动态软件里面 看它的KLSE的表现 对吧 好 在动态软件当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从日线图表上来看 我们的多空资金也好 背离网也好 BBD也好 它都显示非常的强势 对吧 包括你去看我们的一些列装的指标 比如说 这个 这个红叫什么 叫 主力节奏 对吧 今天呢 正要挑战往上突破 对吧 正要往上突破这个黄色区域 黄色区域一旦突破黄色区域 就告诉你黄色区域的以外 对吧 上面叫强势阶段 对吧 进入到一个强势的阶段 对吧 那么这个市场的走势将会中期持续 对吧 持续的一个上涨 那如果呢 它收回到 比如说上去了 然后就在这里上去了 再跌回来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下跌 中期的下跌 这些是正常的 对吧 因为筹码在收缩 好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状态 属于非常健康的 今天这个位置正好也突破 对吧 这个位置应该是50轴 突破50轴这个位置 对吧 进入到了一个 加速的一个状态 好 那股价调整的话 比如说站在这个上面之后 然后股价调整 就是我们好的一个进场机会 好 我们再去看到它的60分钟图 在60分钟图当中 我们会发现 虽然我们最后尾盘还拉伸上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有要调整的这种迹象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股价 在不断的攀升 我们的大资金流露的这个强度来说 已经在减弱了 虽然还在0轴以上 当然已经在减弱 对吧 同时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最后两根K线 就最后两个小时 我们能够看到的 其实股价是在往上拉伸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资金的表现 却是流出的 对吧 我们的贝利王资金的表现 却是流出的 然后呢 我们的多空资金还出现了空心的红柱 对吧 空心的红柱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 它就寓意着风险的一种提示 那你要小心 对吧 好 那按照我们的一个头顶的方法 贝利王对应的 贝利王由红转轻 对应的这两只K线 对上去的这个低价 就会成为我们重要的 啊 这个什么点 啊 头顶的标准 那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 是不是以这两只K线 啊 这两只K线哈 它的最低价 做一条什么呀 哎 做一条水平线过去 跌破就干嘛 哎 跌破就要去 头顶 对吧 就要去头顶 没有跌破 又变成了红柱子 OK 继续上涨 所以这是我们昨天在看的时候 我们昨天看是不是也发现它的一个 大资金的流露已经转落了 对不对 哎 转落了 所以呢 哎 我们以昨天哈 60分钟的这个低点 对吧 油红转轻的贝利王的这个低点 然后呢 作为做一个水平线 如果往下跌破 那我们就去 对吧 看跌 是不是 哎 就下跌 就是指数要下降了 尤其是我们做 啊 做这个 期货 指数期货的啊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去头顶 好 那如 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 它并没有向下跌破 反而继续上涨 贝利王呢 又转为了红色 对吧 又转为了红色 哈 所以呢 我们就继继续看账 好 那么走到今天的最后呢 发现最后两只k线 它又变成了绿色 同样的大的资金强度 还是在减弱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又可以以今天的啊 最后的这个油红转轻的这两只k线的最低价 然后呢 我给它画一个什么呀 水平线过去 如果今天这个水平线对吧 价位明天被有效跌破的话 那就是我们逃顶的机会 对吧 哎 逃顶的机会啊 这是从短线角度来看的啊 从短线角度来看 那如果我们看的是中线呢 那我们就看什么呀 看日线上的 那日线上是没有毛病的 对不对 没有问题的啊 非常的强劲 不管是大资金也好 还是贝利王也好 它都是资金流露 而且非常的强 对吧 所以呢 这就告诉我们 从中期行情的角度来看 市场涨时是没有问题的 它虽然有overboard 有短期调整的必要 但是中期趋势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吧 啊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 除非啊 出现 贝利王油红转轻 然后对应的两个k线的最低价 被跌破 那就不妙了 是不是 哎 那就不妙了哈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种方法 来去判断我们的市场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贝利王 对吧 啊 贝利王上上上 对吧 油红转轻 没有被跌破 那不用卖 油红转轻啊 这个地方被跌破 买掉 那卖完之后 我们看 它就进入到了一个中期的下降 对不对 哎 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中期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啊 现在只需要确定我们的什么呀 哎 我们这个贝利王 他日线上没有出现红转轻 并且红转轻的最低价没有跌被跌破 那我们就一路看账 对吧 中期一路看账啊 看上 也就是说仍然处在多方 我可以继续的去交易 那如果呢 出现了 那我就需要卖 好 比如说我们做短线的 对吧 那你看到现在 我们的KLCI已经overboard overboard 对不对 哎 已经超买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去到60分钟里面去 用我们的贝利王的方法去逃顶 对吧 哎 去逃顶哈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市场当中股票的表现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这个按照成交量排序 排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排在前面的这些股票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 排在前面的股票里面 价钱要在两毛钱以上的 所以像这种 一毛钱都不到的 对不对 哎 这个也一毛钱都不到的 就不要了 所以呢 我们能看的是 第一个 哎 这个5148 接下来呢 就这个1651 玩了之后呢 再往下看 看看 看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9237 对吧 再往下看呢 是这个 啊 这个5253 对吧 那这些股票 我们去看啊 我们把那些 啊 两毛钱以内的股票 对吧 给它流出来 啊 两毛钱以内的股票给划掉 不看 对吧 哎 两毛钱以上的股票 我们再去具体的去分析啊 那我们啊 用前面几只股票来简单说一下啊 首先看第一只股票 5毛4 对吧 那这只股票5148 这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近期哈 近期暴涨的股票 对不对 哎 我们有学员呢 是当时给我写的这个工作 哎 对不对 工作啊 这个啊 交易计划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只股票 对吧 哎 那到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方倍了 是不是 哎 已经方倍了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只股票的话呢 它实际上 它是属于熊市转牛市的股票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长期角度来看 这只股票长期白色线下降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走出了 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去关注这只股票啊 大家一定要去看 为什么我们说 投资股票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学会看形态啊 一定要学会看形态哈 好 那么这个形态呢 哎 我们就是由结构构成的 对不对 哎 形态是由结构构成的 那么这个结构呢 比如说我们以黄色线来作为做结构的话 那么它构成的形态就是长期的 对吧 形态变化 那好了 那我们看哦 整个这个位置 黄色线下降 啊 黄色线下降 黄色线走成了一波上升 黄色线下降 黄色线走了一波上升 哎那你看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走出了低点的抬高 而高点没有抬高 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会开始去留意它 但是在我们去进一步关注的过程中发现呢 它没有向上去突破 反而呢 向下跌破 对不对 你看 向下跌破 所以呢 这个位置 虽然我们会把它放到股票池里面去观察跟踪 但是它并没有走成功 由熊转牛 对吧 好 我们再看这一次 这一次呢 黄线向下 黄线向上 黄线向下 黄线向上 对不对 好 然后又黄线向下 那我们看啊 它又走出低点低点的抬高 高点高点没有抬高 好 那我们把它放到股票池里面去 对吧 好 直到这个位置呢 向上有效突破 不仅突破底部的这个形态 你看 这个叫结构 对吧 下上下上下上 再构成了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由原来的下降 高点降低 低点降低 然后呢 变成了低点抬高 然后高点向上突破 对吧 那这个由下降 转为上升 整个这个区域呢 叫做底部形态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形态 对吧 而我们的黄色线的这种上下排列呢 或者上下排列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结构 好 所以这一只股票呢 我们可以提前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启动之前 我们就提前的已经知道了 对吧 已经可以提前通过形态结构的变化 我可以提前去锁定这个股票 对吧 好 那么整个我们如果从整个长期下降趋势啊 到现在我们来看 哎 能够进入到我们观察区的几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呢 哎 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 看啊 这里 这里呢 我们发现股价呢 哎 由对吧 由这个下降啊 啊 由下 由这个原来的上升 对吧 白色线向上 然后随后呢 黄线下穿蓝线下穿白线 然后蓝线下穿白线构成了一个什么呀 啊 叫叫啊 架压 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就是反转 是不是 哎 反转哈 好 随后呢 我们一直看 看呢 它的黄色线呢 都是下降的 然后黄色线上涨的 黄色线下降的 哎 这样的三个 对吧 三个黄线的波动排列 走组成了高点降低 低点降低 好 继续走 黄线向上 黄线向下 然后黄线向上 哎 这一次黄线向上呢 哎 它创了一次新高 看到吧 虽然是影线创了新高哈 但也创了新高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股票会进入到我们的股票池 或者观察区 好 直到这一次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下来 下来 黄色线向下 黄色线向上 然后在黄色线向下 你会发现 它由原来的高点抬高 然后 对吧 这个低点降低 高点抬高 然后变成了什么呀 变成了高点啊 这个低点抬高 高点降低 所以这个区域叫横摆区 对吧 叫横摆区哈 并没有走成牛市 好 然后随后呢 高点 低点继续降低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这里呢 又走出了一个黄色线向上 黄色线向下 黄色线向上 低点不再降低了 但是高点也没抬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 对吧 在这个位置 又会进入到我们的股票词里面去跟踪 好 结果呢 低点是抬高 但是高点一直都没抬高 所以呢 告诉我们继续低点 继续降低 高点 对吧 降低 低点降低 说明呢 它又没有走成功 好 这个股票又放弃了 对不对 好 继续走 走到这里 我们看啊 黄线向上 对吧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啊 把这一段啊 稍微的放大一点点 看最近的啊 所以前面这一段下来 都没有什么呀 虽然有关注点 但是都没有符合我们的买录 买录的这个机会哈 好 那我们再看这里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不是又出现了 你看 又出现了 黄色线向上穿了一段 对不对 你看 绿色线穿黄色线 走成向上了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又是一个什么呀 又是一个啊 黄线向上 对吧 啊 黄线向上 OK 这个位置呢 绿色线死差下来 黄线下降 然后呢 黄色线又向上 对吧 黄线向上 所以这个阶段 是不是走出了低点 不降低了呀 但是高点也没突破呀 对不对 也没有突破 啊 不说形态了 形态也没突破 白色线也没突破 两个都没突破 对不对 所以随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又走成了黄线向下 好 所以虽然在这个位置之前 我们会去关注它 但它没有符合买入的标准 所以这个股票又被放弃了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一次 这一次呢 它上去 然后黄线下来 黄线上去 又黄线向下死差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走出了低点低点的抬高 高点高点的抬高 然后呢 因为还没有突破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放到股票池里面去跟踪 那什么时候突破呢 哎 我们会发现现在呢 股价已经把彩虹线突破了 剩下的就是把形态突破 如果形态突破的话呢 就说明走好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那我们在哪里就可以买进呢 哎 在这一只K线的时候买进 那这一只K线的时候呢 是7月3号 7月3号啊 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 我们在6月9号就已经判断了 本轮行情对吧 KLCI行情即将走中期上涨 对不对 已经进入到了下跌末期 所以呢 它市场配合 第二个呢 再去看我们的板块指数 对吧 我们的这个产业的板块指数 它向上突破的点启动点在哪里呢 哎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位置啊 7月4号 看到吗 7月4号向上突破 对不对 那指数7月4号启动的 那我的个股5148这个个股 我们刚才的突破点是在哪里呢 哎 我们刚才的突破点是在7月3号 对不对 已经突破了 第二天我们的板块在快速拉升 你说我这个个股是不是买入的话 它就来了一个大大的拉升 对不对 大阳线啊 所以呢 第一件事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你的个股的形态是否符合了我们所谓的底 那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建仓底对不对 好 那么它通过形态 它就是一个建仓形态对不对 好 然后形态被突破 同时呢 我们的市场也正好是底部 这样的话呢 就会促进股价的上涨 同时的话呢 哎 我们再赶上了这个板块的突破 对不对 哎 进入强势拉升阶段 所以这个股票 它就成功的启动了快速的拉升 对不对 好 那同样的 我们呢 哎 对于这种底部建仓的股票 我们可以去到它 尤其是底部横摆时间哈 它最起码要半年左右 那我们看啊 从这个最低点是 叫什么呀 去年十月份 到突破之前 七月份 对吧 去年十月到突破 那整个这个震荡的底部呢 大半年 对吧 大半年的时间哈 好 那我们看啊 从白线由向上转向上 向下的这个高点 啊 到达什么呀 哎 到达这个底部 还没有突破之前哈 筑底的这个阶段 然后呢 我们把什么呀 把筹码分布 给它一打上去 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呀 哎 有长长的建仓筹码 对吧 在上面这些地方会有什么呀 哎 会有一定的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观察 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他他当时也有也有建仓 对不对 好 只不过呢 哎 后来又给压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走成功 没有黑马出事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区域会有压力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再往上的话呢 压力就少了 对不对 就几乎没有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把这些图表呢 先给它去掉 把这个筹码分布去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在来看 你看看现在目前的股价 是不是第一个是突破这个建仓成本区 对吧 然后突破底部的一个防转形态 然后呢 股价就向上 在向上过程中 到这个区域才会有压力 前面这个区域都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股价呢 又赶上了板块指数的什么呀 板块指数正好是什么呀 正好是它的一个啊 这个强势股 对吧 强势板块哈 所以呢 就出现了我们这个股票的一个爆拉 那么在爆拉的过程中呢 哎 走到了上面这个压力位附近 对吧 走到了上面这个压力位附近哈 它直直的 对吧 一直大大的阳线 把这个压力区给它突破了 那突破之后 它回踩 啊 突破之后 它回踩 看到吗 回踩这个支撑区 那支撑住了 那我们会发现 哎 随后呢 股价就继续上涨 对不对 继续上涨啊 那作为一个中长期投资来说 这个上涨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对吧 啊 它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当中 对吧 包括股价当时在这个低位横摆的时候 我们右边的动态筹码 显示高度集中单分集中向上突破 那就容易上涨对吧 那么随着股价的上涨 我们的筹码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往上移啊 往上移啊对不对 好 那什么时候把下面的底部建仓的那个筹码消耗光的话 那这个股票基本上就到头了 你要小心哈 当你什么时候这个这一堆的筹码哈 全部没了 然后筹码全部都跑到上面去了 哎 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股票到账基本上结束了 你就可以考虑出局了哈 那这一只股票的话呢 可以算得上是个非常经典的股票啊 这段时间对吧 非常经典的股票 那我们在对吧 其他的对吧 其他的板块里面也可以去寻找啊 这种形态的股票出来看对吧 然后呢去进行分析 然后呢去找到他突破的点对吧 突破的点哈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只股票 好 下一只股票呢 是1651 好 1651呢 我们打开之后 1651我们同样的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在下面有个很百区 对不对 好 1651 1651 是不是一样的啊 哎 它也是一样 你看 画一条下降趋势线被突破 对吧 那我们看啊 首先第一个 它也是一个长期下降趋势的股票 那么长期下降趋势股票呢 曾经还在这个位置 触了一次 快速暴跌 触了一次底 对吧 触底之后呢 低点抬高 对吧 但是高点一直都没有抬高 所以呢 没有走成功 也没有走出我们所谓的黑马出世 对吧 好 然后呢 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 对不对 已经确立了吧 好 然后走到这个位置 我们的所有的彩虹线 也同样集结在一起 对不对 也同样集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筹码分布 给它一打 发现了这个地方 就是有大量的建仓筹码 对不对 建仓筹码 那如果股价把这一个区域突破的话 那就会继续去拉伸上涨 然后到达下一个目标位 4毛6左右 对吧 那4毛6左右这个位置 会有一定的压力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区域给它画一下 对吧 好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底部建仓区 对吧 有两条相对比较长的筹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筹码分布给它去掉 上面就没什么压力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回到现在 回到现在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股价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先突破呀 对吧 先突破 同时呢 它也是属于我们的强势板块 对吧 产业板块啊 只不过呢 这个股票呢 对不对 它整体来说 没有走得那么强势 对不对 因为它的这个筑底 筑底完了 筑底的时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筑底的时间 是从2022年11月17号 然后到突破的时候呢 是到7月10号 它是晚于指数突破的 对不对 比指数更晚突破的 所以呢 它表现的比指数弱 刚才我们这个股票呢 它提前指数突破 它表现的更强 对不对 表现的更强哈 好 然后呢 接下来你要关注的下一个压力位区域 就是在这个区域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股价呢 它还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哈 所以我们从趋势的角度来看 现在目前呢 也仍然处于上升的状态 对不对 还包括这个地方也是第一位单峰密集 然后随着股价的暴涨 我们的筹码呢 下面的筹码还存在 对吧 还没有完全消耗关 对吧 那如果下面的筹码全部消耗完了 那你就要小心它基本上到位了 对不对 拉升 暴拉的股票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啊 再看下一只股票是 4毛4 9237 9237的话呢 这个股票要注意了哈 它已经有普通顶背离 而且已经转落了 都跌破什么呀 多空亡了 对不对 而且多空亡已经变成空方带了啊 所以这个股票呢 基本上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啊 就这一波波尔拉已经结束了 对吧 那我们要等待的是 它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之后 再去交易的话 效果会更好哈 好 再往下看啊 5253 5253这个股票今天刚刚突破 对吧 今天刚刚向上突破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5253这个股票 我们怎么去分析 5253 首先呢 那5253它是属于建筑股票 建筑板块和消费板块 对吧 建筑板块 那建筑板块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板块指数哈 建筑板块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已经干嘛呢 哎 已经向上突破 对吧 哎 已经向上突破 稍微说说小一点点 你看啊 好 它呢 已经向上突破了 对不对 哎 向上突破 这个前期的这个 这个横摆的勾位 对吧 然后向上突破 而我们这只股票呢 它今天也是放大量突破 但是呢 明显的 我们这个股票 它晚于 对吧 就是比指数更晚突破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你要注意 它可能不会表现的 对吧 这个那么的 那么的 那么的 对吧 强势 但是呢 它也符合我们的一个形态 好 比如说 它一样的是长期的一个什么呀 长期的一个下降 然后呢建仓完了 然后向上突破的一个 对吧 哎 一个股票哈 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 画的 对吧 精准一点啊 是不是 你看高点高点连接 对吧 然后呢 得到了什么呀 今天刚刚向上突破 对不对 哎 刚刚向上突破 然后呢 也是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 那么这个股票呢 长期下降 我们找到长期的最高价 好 长期由向上转向下的高价 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一段呢 给它选出来 对吧 好 然后呢 把CD 对吧 筹码分布 给它一放上去 哎 发现呢 今天的突破 也是把大量的底部筹码给突破了 那也就是说 它未来要上涨 上涨的话呢 至少空间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对吧 哎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所以呢 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去给它撞 对吧 好 那你大概算一下 从现在这个价格附近 涨到这个区域 啊 你的涨幅 你觉得够不够 对不对 哎 现在这个价格 按今天的收盘价来算的话 两毛五 到达这个位置的话 那价格大概四毛一 对吧 四毛一分半左右 哈 四毛二左右 这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 你看算一下 这个区域最起码的一个上升空间 值不值得 值得做 那就可以参与 对吧 那你如果觉得 哎 这个不值得做 对吧 当然了 这个位置也不一定就一定会压住 对吧 它有可能会继续上攻 对吧 哎 只要它接下来的买盘够大 对吧 买入的这个动力够足的话 它也可能会 对吧 形成上涨 那主要这种股票 是刚刚由熊市转牛市的 而且它整个把底部突破了 对吧 所以它进入的是一个第一波 或者是叫黑马出事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黑马出事的一个上涨 好 所以这个呢 是5253的股票 今天已经向上突破了 对吧 而且呢 进入到了我们所说到的 拉伸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用这个CCI对吧 89的参数来去确定 它是否进入到了一个爆拉阶段 对吧 是否进入到了一个爆拉的阶段 那我们可以通过CCI对吧 来去确定 好 保存 对吧 那我们会发现在底部的这个区域里面 它是不是刚刚向上突破 而且突破了这个这个100% 所以它容易产生爆拉的一个效果 那至于它能够拉多少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它未来的上升空间对吧 大约在什么位置 那你心中要有数 对吧 心中要有数 而且呢 从中短期 从短期的这个这个动态筹码显示 现在目前呢 筹码也是相对在低位集中的 对吧 相对的一个低位集中 集中在低位区 对不对 那未来股价在拉伸的过程中 只要底部这个筹码不消失 那股价就容易持续上涨 有个说法叫下风不死 上涨不止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尤其是针对于暴胀的股票 OK 所以今天又教给大家一套 对吧 一个关于暴胀股票的一个套利的方法 就是利用动态筹码这个指标 能够很轻松的针对于暴胀的股票 去进行套利 好吧 那我今天的收盘解析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那么这个凿换 所以这凿换 感谢观看